今日,诚意和杨子一起宣传新剧《沉香如泻》,视频中两人身着同色系服装,面对面进行表情包挑战。 害羞挑战中,害羞的诚意看起来奶乎乎的,将羞涩与假装淡定表现得淋漓尽致,而杨子则是两手轻轻脱脸,眼神流转充满少女的娇羞。 生气挑战中,两人仿佛抢糖吃的孩童,你哼我一下,我哼你一下,本是生气,但诚意志笑得眉眼弯弯,难道不是在撒娇? 杨子则变身行走的表情包,双手抱毙,脸颊气鼓鼓的,开心挑战中,一个边跳边拍手,一个在旁边满眼含笑的鼓掌,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霸道总裁和他的小娇妻,他在闹,他在笑,真的太好磕了。 除此之外,剧方还放出了两人大婚时的花絮,在视频中,杨子和诚意两人均身着白色大婚喜福,其中一个造型是杨子紧紧靠在诚意的怀里,笑得眉眼弯弯,而诚意则用手紧紧搂着杨子的肩。 两人甜蜜对视一眼万年,而在另一个造型中,杨子和诚意面对面而战,两人深情对视,诚意的手情不自禁地抚摸上杨子的面庞,而杨子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 在拍摄现场的路透中可以看到,刚开始诚意和现场的工作人员在对台词,造型师顺便帮诚意整理衣服,随后镜头拍到了杨子,他身穿一袭粉色纱裙,头戴蝴蝶结发带,一个人坐着,手上还拿了类似一壶酒,边玩边摆弄着,看上去心情大好。 随后,诚意便过来与杨子一同坐下了,两人肩并肩聊天,不清楚是不是现场声音过于嘈杂,诚意没听清杨子在说什么,所以将头稍微靠近了杨子,眼神紧紧钉向杨子,在一番窃窃私语之后,杨子突然扬起拳头打向了诚意,吓得诚意下意识,连忙拦住杨子的动作,一把抓住杨子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,露出宠溺的笑容。 杨子见识还捶了诚意胸口好几下,转过头去,还假装生气的样子,嘴里不知道在念叨些什么,这时,诚意伸手帮杨子去整理刘海,就像是在安慰生气的女朋友一样,特别温柔,看到这一幕让人只想问,这是花絮里也能看到的场面吗? 值得一提的是,这是一张和诚意的第二次合作,之前在《青云志》中,两人的对手戏并不多,这次作为男女主的首次合作,不得不说,杨子的百搭体质真的太神奇了。 无论是和李线,任嘉伦,还是肖战,看起来都极具CP感,特别是余生请多指教。 虽然这部剧已经收官有一段时间了,但关于肖战和杨子的恋爱绯闻,依然源源不断地传出,甚至有不少人表示挖到实锤。 比如前段时间有人拍到,肖战和杨子爸爸在一场饭局上的同框画面,据了解,不知道时间是巧合还是别的原因。 在《孟海杀青》的同一天,余生的主创包括导演也都来到横店,不过遗憾的是,杨子并没有出席现场。 在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中,杨子出演大提琴手《灵之校》,谈及这个角色,杨子说, 大提琴手比其他职业会难一些,剧中我有很多演奏的戏份,所以剧组有一位老师每天在现场告诉我,拉大提琴的基本姿势,即便是要做样子,我也要做得差不多才行。 提到《灵之校》会不会跟之前接到的角色有点类似,杨子表示,或许特意设计一些不一样的,印象最深刻的是拍摄他《劝慰肖战》的一场戏,拍摄第一条的时候我就哭出来了, 但是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自己在使劲,并没有真正的被感动。 在导演的要求下,杨子拍了第二条,我告诉自己要放松,不要设定这场戏,我一定要哭,结果我本来在那个点要哭的,我却没有哭。 反倒在最后我们抱在一起要笑的时候,眼泪哗得流出来了,哭完之后导演也说,这才是真的感情。 剧中,肖战出演《男一号顾卫》,一名外科主导医生,肖战说,这个角色外表高冷,内心炽热,不太懂得怎么跟人相处。 她从小在父母为她营造的一个框架里面成长,是一名非常严谨的医生,故为能力出众,但过度在意失败和挫折, 以此意外的医疗事故更是差点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,让她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。 就在这个时候,杨子出现了。 杨子妹妹扮演的灵之校,误打误撞闯进了她的生活,改变了她,也有了后面的余生请多互相指教。 被问到对彼此的感受如何,谈到和肖战的合作杨子形容非常开心,我们是在很轻松的气氛中拍摄的, 我尤其感谢肖战,她让我把角色演绎得更加立体。 对于和杨子的这次合作,肖战也表示,从开拍到杀青,两人培养了很好的默契,我们在戏里也是非常不舍。 她更称赞,杨子是非常专业的演员,她非常好,很多场戏都是她来把控节奏的。 而且肖战的妈妈也是非常喜欢杨子,平常也经常看杨子拍摄的电视剧。 在剧组期间,她不仅经常烫班,还吩咐儿子如果和杨子拍拖一定要带杨子回家来, 甚至拿了杨子的八字,找命理师看是否和肖战配对。 对此消极,肖战是既害羞又有点尴尬的笑说, 我知道有这件事,命理师说我们的八字很配,但好像没有什么后续了。 其实之前,杨子有过官宣的男朋友是秦俊杰, 两人因戏生情,在2017年2月16日公布恋情,期间南方因为胡辣汤事件而被网友斥责。 2018年8月12日,两人正式分手。 谈到上一段感情时,杨子说道,可能对的人见三次就对了, 可能不对的人见三百次都没用,可能爱情本来就是遗憾的吧。 在结束上一段感情之后,杨子至今也没有开始第二段感情, 不过杨子在碰到肖战之后明显的活泼起来了, 而且不管杨子在戏中如何洗精,肖战都十分配合。 剧中,杨子和肖战一起去租房,谁知道, 因为顾位对房子一直不满意,引起了灵之下的不满, 两人这时候差点翻脸,正片中场面气氛紧张, 大家表情严肃,没想到在拍摄现场却笑料不断, 花絮中,由于肖战表情太过严肃, 让杨子想到了流行花园中的道明寺,瞬间笑场, 肖战的反应也非常快,马上用台湾枪接上话, 他表示,对,没错,我就是故意的,答应我要遵从医嘱的哦。 看杨子的反应应该也被肖战的哽笑到了吧。 虽然杨子也和很多男神合作过,但大部分全都处成了哥们儿, 就连杨子自己都说他们都不把他当女生看, 不过那是因为他还没有遇见肖战, 曾经在余生的宣传会上提到杨子饰演的角色的时候, 他叫杨子是姊妹,而且只要肖战提到杨子的时候, 他就会抑制不住的嘴角上扬。 还有一次在剧中,杨子正在天台上打游戏, 肖战上来找他的时候叫的是奥奥, 原来杨子的本名叫杨尼奥, 当时他参加中餐厅的时候就自爆, 自己的小名叫奥奥, 而肖战可是男性中唯一一个这么叫杨子的人。 2022年的《星光大赏》算是肖战经历二二七事后, 正式复出露面的舞台, 没有人知道他的出现会带来更大的非议, 还是受到大家的认可。 而这种情况下, 姊妹依然选择和他一起合唱。 肖战还没有出来的时候, 姊妹就一直在向他的方向看, 而看到之后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。 站站慢慢走向姊妹的时候也是满眼笑意, 眼睛都笑成了眯眯眼, 两人那个队是聚精都让人记忆犹深。 肖战和杨子在拍戏期间还一起度过了彼此最重要的日子。 肖战过生日的时候, 姊妹提前好几天就给他准备了惊喜, 只要空闲的时候就会拿着手机抓紧时间练歌。 知道肖战喜欢孙燕姿, 所以在生日当天就为他唱了一首《孙燕姿的客不乐》。 站站当时看着姊妹的眼神也是极致的温柔。 而在杨子生日当天, 肖战也和剧组所有人一起瞒着他, 为了策划了一场生日会, 和大家一起为他唱了一首《当》。 让姊妹感动得稀里哗啦的, 在事后的大合照中两人非常亲密地站在一起, 甜度爆表。